居民的小鸟引来了一只凶猛的老鹰 但是接下来的这一群老鹰不知道是为何而来 昨天傍晚的五点半钟左右 天黑的比较早 在南京古楼区中山码头长江上空 数百只老鹰在天上盘旋 市民武先生拍下了当时壮观的场面 上万只老鹰如翻滚的乌云 时而沿一个固定高度盘旋 时而昂头迎风 时而又聚集在江滩上 尖利的叫声响彻整个江面 市民武先生表示 老鹰用他们特殊叽叽叽的语音 发出了集结号 附近的老鹰从四面八方飞来 在这里集会 专大表示 这种群鹰聚会的景象正是不多见 这与本地生态环境的改善 有直接的关系